我們關心日董 福利的議題 歡迎在新北市 新北市有一個連續的郵帝 向家長指控說 老師的關卡 沒託董提出說 他們女兒中心 他一個女兒班的一個女兒 他回去後一直靠 靠不停 說他打手真痛 沒辦法噴噹 一個帶他去便宜 檢查發言說 是這個手脈已經脫爛了 手脈脫爛了之後 家長要求調鑑士去 看來這個小孩子 同學的出頭 讓老師帶他去現場 不過老師呢 有心了 只要用一支手加牛 做成這個女兒的中心 相互協調 家長已經提出故事故事 上海 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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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對現在老師做出分 同步兩年來 不能夠教授 為遊戏裡面學習 孩子都生得很高興 這件在新北市連鎖遊營門 請家長指控 老師不好好關卡 讓今天中心 有個問這個真段證明 從中心倒手的館子漏到 媽媽來遊營門 要求看敢是去圍兵 女兒因為陷阱 在唱七頭麵 老鼠出面走動 用手把女兒整個人搖起來 女兒的手就嚇不起來了 結果下課 孩子一直在哭 又說倒手沒辦法噴噹 帶去顧客門禁 教育已經漏到 兩邊車不好洗 家長也已經鎖老鼠 事後才跟我說他可能是懷孕初期的狀況之下 沒有辦法就是雙手環把小朋友 所以他就是不小心把小朋友拉傷了 老師也覺得他自己做錯了 教育教育一條早 認定老鼠 確實不好好關卡 除了解破兩年不能再做老鼠 也通過他不適合再做夠保護人員 小匯教育也疲難,雙手機